9月迎来ETF除息潮 下周包含了00713、00929等 38档ETF将进行除息 让投资人关注是否要跟着进场 尤其ETF受益人数连续28周创下新高 多档的ETF规模也不断增加 显示ETF仍然是散户喜欢的投资标定 不过专家表示不需要赶着除息潮进场 还是建议采用定期定额方式多元布局 投资人在荧幕前仔细寻找适合自己的标的 ETF热潮延续 根据台股ETF击保护股权分散统计 台股ETF受益人最新一周增加158214人 连续28周创新高 下周像是00713、00934、00929等 38档ETF也将陆续上演除息秀 投资人关心是否来到适合的进场时机 你不一定是在除息前或除息后去买入 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定额买入 你不会买到最低最高价 也不会买到最低价 今天这个族群涨 明天是另外一个族群涨 就是它涨跌的不一样 就造成ETF每天涨跌不一样 那我就买跌的 我策略是这样子啊 就买跌的 专家建议投资人可以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 逢低沉接 尤其大盘9月以来跌多涨少 多档台股ETF规模却逆势增加 前10名中就有6档是高股息 显示高股息还是投资人的心头所好 不过专家表示 高股息不一定就是赚钱的万灵单 ETF的那个高股息的热潮 其实是大家只是要看到现金 可是呢 却忽略了价差 你赚了股息 可是却那个亏了价差 没有什么用 高股息也好 市值型也好 都一定会赚 只是赚多赚少 那我们在讲说 过去的绩效 你不能拿来跟未来来比较 我自己本身并不推荐 去买购买高股息 为什么 购买高股息的 它就会把那种成长股 会把它过滤掉 专家建议投资时 可以将市值型搭配高股息 采取多元布局 同时进行股债配置 才能在获得报酬时 有效抵御市场搏动 记者姚联 张明华台北采访报道 阅明华台北均访代持众 然后再 撤带